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终究是座消灯罢了 人造的死物 无趣 你们自去城里 看个热闹就是 他还是不去啊 不然 我们还是再去找老板问问 说不定他能想到更巧妙的方法 看来你们又和萧一起办了件大事啊 动静可不小啊 我们在这里都听说了 不过眼看着今年的海灯节又要结束了 他还是没去看看 唉 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见过那位去过海灯节 要我说 你就是让我把海灯节给搬过来 都比请那位去海灯节要容易 把海灯节给搬过来 对啊 既然萧不去海灯节 那我们就把海灯节搬过来给他好了 嗯 这玩笑话 如何当真 要怎么搬过来 在逛海灯节的时候 我们学了怎么编萧灯 还找到了一个卖特色小处的摊子 很多好吃的 漂亮的萧灯 还有 嗯 过往的英雄 和他以前的好朋友们 这不就是海灯节的全部嘛 这么说倒也没错 可是 要在哪里布置才好 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行色这地方得宽敞点 还得搭个摊子才行 嗯 客栈底下也许还有点空间 我们一起去下面选个地方吧 我大概知道你们想要个什么样的摊子了 嗯 应该有些样式可以参考的 我想想啊 有事吗 是要请我走标吗 嗯 这里正对着升降机的出入口 不太合适啊 嗯 这里来往的客人很多 也不太合适 嗯 这里还不错 嗯 也很僻静 很合适 嗯 这里还不错 嗯 也很僻静 很合适 嗯 那就这里了 我刚才寻思了寻思 也想好怎么见你们要的那种小摊了 你们稍等啊 我看看 该从哪儿先开始 成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你们看看 哎呀 一点点小手艺 不值一提 很多年前学的 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这下子摊子有了 我还顺便在上面摆了点消灯 看着还不错吧 哎呀 我这个年纪的黎月人 基本上都会编消灯 嗯 对了 大过节的 请客总得吃点好的吧 你们想好请那位吃什么了吗 吃 杏仁豆腐 我们之前请萧吃过的 杏仁豆腐和烤吃虎鱼是吧 行 没问题 我这就让颜孝去准备去 正好客栈里备着材料 这么几道小菜 他应该很快就能做完 那你们先上去请那位下来吧 你们下来的时候 菜应该就已经做好了 你自己去游玩就好 还有何事 我不喜欢人来人往的地方 你自己去游玩就好 什么意思 搬过来 哎呀 就是在客栈下面摆了好多好吃的 好多消灯 周围也没有多少人 我们快点下去吧 不然菜都要凉了 怎么样 我们给你搬过来的海灯节 看上去是不是很好吃 哇 这就是你们搬过来的海灯节 人类的行为非要如此怪异吗 你们做这些事意义何在 是这样吗 人的心思真是难以揣测 你们别光顾着说话了 快点吃东西吧 不然菜都要凉了 嘿嘿 我先开始吃啦 好了 东西也吃好了 应该是去看明霄灯的时候啦 你们去吧 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对啊 就算你不想去看明霄灯 那 那你送我们过去总可以吧 从这里去离岳港很远哦 野外也很危险的 对吧 很危险的 不用送我们进城啦 这 需要送到城外就好啦 那好 我送你们到城外 没问题 我们这就出发吧 没问题 我们这就出发吧 坐坐 屏屏屏屏屏屏 到这里为止吧 我就不陪你们进城了 还有什么事 明明海灯节纪念的英雄里也包括你 为什么你却不想去看灯呢 我 不喜欢人群 无忧无虑的 安详的人群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和杀戮并存太久 已经习惯了那种苦行 和幸福的人一起 只会让我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 再会 你这么喜欢凑热闹 喂 这都是正当娱乐活动 不要说是凑热闹呀 正当的 罢了 去看你的灯吧 但注意安全 遇到任何危险 就直呼我明吧 随时随地 不论是你 还是黎月 所有的灯火 所有祈求平安的愿望 我都已经听到了 那种想法 其实 四个月 继续了 起床 这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